很多跑者常常問我說 有關於在跑步當中的一些記錄問題 在記錄當中 往往我們會運用一些手機的APP軟體 或者是一些智能裝置 像是手錶 來記錄你在訓練當中的這些過程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在跑步訓練當中 最在意的幾個重點吧 拍攝頻道到現在 其實最多人問我的問題呢 就是教練 你在跑步當中都有什麼手錶啊 你都是用什麼樣的東西 來記錄你的訓練狀況呢 那平常我使用的是這一款 Garmin 4Runner 645的手錶 那這個手錶呢 會供我在跑步當中 有很多的數據資料 都會在這張中做顯示 那通常我在跑步當中 會看的最重要的幾個重點呢 就是跑步當中的速度 心率 還有我現在完成了多少的距離 那這些功能呢 其實都可以在Garmin 4Runner 645當中 給我一個很專業的資源 那其實它有一些其他很厲害的功能 例如像是Garmin Pay 或者是Music功能 它可以在手錶當中暫存音樂 讓你在出去跑步之後 你就可以不用帶手機 直接用手錶連接一點藍牙耳機 就可以讓你在跑步當中 不會這麼無聊 而且有音樂的陪伴 那今天講那麼多呢 其實就照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Garmin最新上市的這個錶款 如果你有在跑步 而且跑了一陣子 一定會發現很多跑者最常戴的手錶 就是Garmin 4Runner 235 這支手錶呢 發行到現在大概有3到4年的時間 但這支手錶 對於現在的所有跑者來講 幾乎是一個非常火熱的一個錶款選擇啊 第一是因為它便宜 再來是它輕量化 所以對於很多跑者在跑步當中 會覺得非常沒有束縛感 又能提供它所需要的這些資訊 對於跑者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在4年之後 Garmin終於推出了一支 4Runner 235的下一代錶款 就是這個啦 4Runner 245 那這支錶款厲害的地方呢 除了它延續了235 很輕量化的設計之外 重點是它的電時電量 整整多出了一倍的時間 在之前的235當中呢 續電量在你GPS全開的情況下 大約只能使用10個小時的時間 你就會開始沒電 但是到現在的4Runner 245當中 幾乎是翻倍的成長 這個245當中 你可以開著GPS模式 完整的跑步 22個小時 但這都是官方數據啦 實際還是要看你跑步當中 GPS會不會不夠穩定 讓它一直抓不到 都會有一些些微微的影響 但這個10個小時的差別 對於跑者來講 你可以少了這個充電的次數 真的是一大福音啦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在Garmin 245當中 它雖然少了 跟我645比較之下的高度計 它沒有辦法記錄你在跑步當中的上下樓層 它只能透過GPS定位 來告訴你你現在的海拔高度是多少 這是245比較小小可惜的地方 還有它也沒有645的HRP壓力的這些功能 但我覺得對於初階跑者 甚至你對於跑步數據沒有這麼在乎 沒有這麼數據狂的情況下 245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245當中 它加入一個之前BIN5系列才有的功能 它把它下放到245當中就有的功能 那就是血氧的測量 什麼是血氧測量 血氧的測量呢 就是透過它這個心率的監控 來監控你的皮膚底下的血氧含量 當你血氧含量過低的時候 它就會提醒你現在可能不太適合訓練 或者是你在海拔比較高的情況下 要開始注意一些身體的變化 那多了這個血氧監控的功能呢 除了之前的一些心率 呼吸頻率 甚至是你的心跳數之外 這個血氧功能 也是一個可以馬上知道 你現在生理狀況的第五大生理指標喔 所以多了這個血氧功能 我覺得對於平常有在訓練的人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血氧功能的測試 會不會我在今天的狀況 已經有點過度疲勞 甚至我可以透過這個指標 來調整我接下來的訓練 要不要增量或減量 那我覺得這是GARMIN245當中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在245當中 竟然就有血氧測試的這個功能 是非常好的 那GARMIN245當中 比較小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他把645有著GARMIN配的功能拿掉 那這功能拿掉之後呢 你就減少了你在跑步訓練當中 你可以拿手錶當做你的支付工具的 這個很便利的這個功能 但我個人覺得不是影響大多數啊 因為你跑步當中 通常會直接去回來就回家了 所以有沒有支付功能 我覺得這就要看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來決定你覺得會不會影響你 但我覺得非常推薦的是 他除了下放血氧測試功能之外 他還是一樣有音樂的內建功能 讓你可以在離線沒有在手機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透過手錶跟藍牙耳機的連線 就可以有音樂播放的功能 那總結一下 FORONA245這支錶款到底是不是適合你來購入呢 如果你是一個剛開始接觸跑者 而且你沒有任何穿戴裝置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FORONA245是一個你非常好的入坑選擇 因為他在如果你單純只有跑步需求 或者是簡單的自行車 其他運動的功能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的夠用 但如果你是一個三鐵的愛好者 這支錶可能就沒有這麼適合你 因為他沒有支援一個三鐵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選擇7系列或9系列的735、935 供你比賽當中做使用 那如果你是一個單純的跑步愛好者 我會覺得FORONA245已經非常非常足夠你使用 而且他的CP值非常高 所以在價錢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非常完勝FORONA645的 因為FORONA245的這個錶款 沒有音樂只要9990元 音樂版本是10990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很多功能都已經跟FORONA645相似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單純只對跑步需求的跑者的話 我會覺得FORONA245是非常推薦你在今年度可以購入的一個錶款 所以如果你對於智慧穿戴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快的回覆你 那我也可能針對你們的問題 拍一些系列來教導大家在跑步當中 如何使用這些數據來參考 你在跑步當中會不會有影響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簡短的開箱FORONA245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的一些簡單分享啦 那記得這支錶款 在接下來的兩三天就準備在上市啦 所以如果你是還在猶豫著跑者 不要猶豫了 這支錶款應該是今年CP值最高的一支錶 OK 那我們今天的簡單影片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對於這兩支手錶 還有更進一步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看到也都會回覆你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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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的問題 我們有的問題 是 感谢观看